韩国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称 韩美空军当天实施第五代战斗机联合空中演习 决息 演习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上空进行 韩国空军F-35A和美国空军F-22 F-35B等第五代战斗机参与演习 韩国国防部称 这次演习的目的在于增进韩美空军联合作战能力和协同能力 今后 韩美空军将维持稳固的联合防卫态势 继续加强联合演习 韩美两国国防部长1月31号在首尔举行会谈 双方重申要加强美国延伸威慑能力 决定在今年扩大联合军演的规模提高军演的水平